谁来帮帮这个可怜的男人 他的别墅实在太小了 根本装不完这些钱 30个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 衣柜里有120斤黄金 妻子想找双鞋穿穿 一打开全是钱 他只好将钱埋进土里 还想再找找地方 一打开差点没把他砸死 行吧回去继续挖土 挖呀挖 居然翻出上次埋进去的钱 实在没地方藏了 他终于想起 有个东西叫银行 这家存个1000万 那家存个5000万 雨露均沾哪家经理都不得罪 因为他屁点大的小镇 多了十几家银行 为了洗钱 开20家皮包公司 请宝洁阿公当董事长CEO 如此嚣张 却从没有人找他麻烦 因为他是个天才 航天史上技术最好 最年轻的机长 阿汤不仅长得帅 人聪明收入又高 很快迎娶白富美 有可爱的孩子 堪称人生赢家 只是喜欢刺激的阿汤 很快对这种一眼望到头的工作 产生厌倦 时不时寻点刺激 利用植物之变 走四点烟草砖外快 很快 不过他不是来抓人的 而是看上阿汤高超的飞行技术 要他帮忙办点事 不然就要去揭发他 现在正值冷战时期 漂亮国需要有人驾驶飞机 进行一些间谍活动 为此 给他配置最新的双螺旋飞机 听得阿汤热血沸腾 第二天就上手开起来 看起来 他很满意 没有跟家人商量 直接辞掉自己的铁饭碗 成为中情局的一份子 驾驶飞机穿梭在南美洲雨林 他的任务 就是拍下盼门设斗机 只是低空飞行容易被对方 用猛烈的枪火送射 这份工作没想象的威胁 好在他记忆高超 每次都能化险为宜 完成任务 就飞回美国 为了不引起怀疑 他都会换上工作制服 再若无其事地回家 中情局很满意他的工作 还交给他新任务 直接让跟军方对接 任务难度升级 是不是也应该加点钱 可中情局的人 只会给他花大饼 没关系 很快他就成亿万富翁了 长期在南美 进行高难度作业 阿汤被当地一个贩毒集团看上 他们一直想打开漂亮国的市场 奈何没有路子 阿汤恰好可以帮他们投放 当然 这是不是白做的 一公斤毒品2000美元 每次运毒200公斤 也就是说 他只需飞一趟 就能拿到40万美元 换算过来 一趟赚260万人民币 只是这里地形特殊 之前一直没能做成生意 就是因为跑道太短 路面坑坑洼洼 飞机很难飞起来 阿汤决定挑战一下 虽然成功起飞 但没多久就撞上一片树 惊慌失措中 阿汤评过硬的本领 乘着风借着树枝支撑 成功起飞 根据地图躲过空中监测 来到指定地点后 阿汤迅速投下毒品 就这样 他们的拥有交易 毒霄也给了他 满满一袋子的钞票 只是当地警方查了过来 还把几人都抓了 两天后 毒霄平安无事地走出局子 只有阿汤一人 在监狱受苦挨打 还好 中情局的人把他保出来了 家里的妻子 整天埋怨你赚钱不多 你要怎么办 阿汤哥直接这里丢一打 那里丢一打 再秀出满满一杯包现金 妻子顿时消气了 他最近有新业务 中情局看上他超强的飞行能力 安排阿汤哥飞去南美 偷偷将一箱箱K47 送给当地的反叛军 想让他们在当地捣乱 没想到他们拿到武器 转眼卖调换成钱 原来他们只想一夜报复 之前合作过的毒霄也找到阿汤 想让他继续合作 一边是中情局 一边是毒贩子 两边都不能得罪 阿汤灵机一动 干脆黑白通吃 计划是这样的 他先带着枪 躲过执法部门的视野 从美国飞往南美 将枪支卖给毒贩 再跑去巴拿马 跟那边的间谍换回中情局要的情报 回到美国空头毒品 跑一趟 转两边钱 阿汤哥自此实现财富自由 渐渐地 他组建了自己的团队 买多几架飞机 运送更多枪支毒品 钱越赚越多 中情局就算知道了 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他们需要阿汤 很快 阿汤家的面积就 跟不上他赚钱的速度 一柜子的钞票差点没把他砸晕 行李箱里也全是现金 他继续扩大规模 购入的飞机越来越多 这么大阵仗 很快被击毒局盯上 要求他立刻降落 阿汤哪会乖乖束手就擒 机智的他 很快想到办法 飞得快也会耗油快 但他们的飞机耐力又不行 周旋一夜 燃油告急 他们只能无奈返航 第二次他们有备而来 派两架耐力够强的飞机 决定跟他耗到底 可阿汤不想玩持久站 驾驶飞机一扭头 开始急速下降 低空飞到小镇头上 甚至越飞越低 直接降落在小镇公路上 一路跌跌撞撞 终于停下 这个男人从天而降 灰尘扬了一身 亮亮呛呛地走下飞机 看到路边有小孩 给了他击捆钱 骑着迷你自行车就离开这里 很快 新闻报道了阿汤哥的事 一架装满毒品的飞机 停在小镇上 这是算闹大了 中情局也保不了他 阿汤哥没了靠山 很快成了带宰羔羊 居然这么多人虎视眈眈 看来阿汤哥得罪了不少执法部门 被押送到法院后 等待判决 周检察长似乎很有信心 不判个十年八年都对不起这么多警察 结果 周长一通电话过来 阿汤哥又出去等消息了 他跟警察打赌 只要有人占他会平安无事 他就会送一辆凯迪拉克给他 所有人都被气笑了 嚣张也得有个毒 没想到 检察长气冲冲地走出来 真的通知他们放人了 阿汤哥却笑着走出去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还有谁能保这家伙 还真有 那个人就是漂亮国总统 原来 总统想要借媒体舆论的力量 搞垮巴拿马政府 现在需要证据证明 对方政府和毒销有交易 这个任务只有阿汤哥能完成 于是 他又像往常一样 去找毒贩交易 然后用隐藏摄像头 拍下政府需要的照片 不知道哪个大聪明 把照片公布在媒体上 连马赛克都没打 完蛋了 这下全世界都知道他是卧底 毒销集团一定不会放过他 现在他只想快点坐牢 那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可惜漂亮国这边 给他判了一千小时的社工服务 就结束案子 明显也想借刀杀人 阿汤哥不得不东躲西藏 跟家里人断绝关系 从不在同一间旅馆逗留 超过24小时 也不知躲了多久 最终 还是被杀手找到了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